當你做銷售的時候 是不是經常都會聽到客人給你這些反應 沒有這個需要 要先問問我家人 再考慮一下 我下個月才會買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如果是的話 這個銷售方式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兩道正在銷售那一刻 客戶其實是不喜歡被銷售的 他們喜歡是自己銷售自己 他們最喜歡說一句就是 我覺得對就買 其實是對的 因為你自己購物也是這樣 不喜歡被人迫你購物 你覺得對的自然就會購物 不喜歡銷售說那麼多 但是當客人已經在你面前 你都要說些事做些事 那究竟應該說些什麼 才不算銷售客人呢 而最後客人又覺得 自己是應該買你的產品 在這裏 三年兩月很難跟你解釋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特別拍了一條影片 是關於五大銷售秘訣 想學的話 你可以按下面做連結 你就可以免費學得到 無論你是做銷售 又或者是靠銷售團隊找生意的老闆 這個方法非常合用 或者你不認識我是誰 我是Bran Cha 車志健 我現在身處於美國夏威夷 部署託指我公司的業務 現在公司每年的業績 已經在做八位數字 其實我公司的銷售團隊人數 絕對不算多 一對手都數得了 而我們的業績 為何可以做得那麼好 就是因為我們的銷售團隊 是運用著五大銷售秘訣 令到客戶 明白和認同我們產品的價值 對我們很有信心 很放心地接受我們的建議 自己舉手去購買 最後覺得一定要買 可以怎樣學得到 按下面的連結 你就會看到 記得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會教你 怎樣令到你的銷售額 在60天內可以雙倍 千萬不要錯過